白衣男電腐梯 逆向當跑步機 背號82號的少年 則是拿來當溜滑梯 一個跨步踩上平台 場面現象緩身 再看一次 兩名少年像是同一群人 紅衣少年翻過梯面之後 一群人還互相嬉鬧 這很危險 如果你撞到別人 還有你自己受傷怎麼辦 跑步就是可能就是有訓練過 然後就很順暢 這個感覺是在玩而已 想耍耍吧 事情就發生在大年初一 台北市象山捷運站 二號出口電腐梯 現場還能看到少年們 亂踩留下的腳印 完全無視上面 禁止攀爬的標語 象山這個墊幅梯 至少有五層樓高 中間雖然有轉折處 但是下面的高度 至少還有兩層樓 而這群青少年 竟然在這個平台處 隨意洗腦 離譜行為被民眾拍下 捷運公司表示 這樣的行為已經違反捷運法 可以開罰1500到7000元 民眾只要募集 就可以直接向戰方檢舉 其實墊幅梯相當危險 就算經常保養 不時還是會聽到國內外 有民眾跌落踩踏 甚至遭到吞噬 這群青少年幼稚行為 無聊當有趣 小心走春玩過頭 到醫院報到 謝謝張俊惠 陳志根 台語報導